大家好,我们一般南花在栽种之后呢,大概一个月左右它就能够长出新根出来 可能有的花椰栽种的南花呢,可能不到一个月或者是十几二十天呢,就已经长出新根 但是有花椰反应啊,自己养的南花在栽种之后呢,很久都没有长新根 那么为什么南株不容易长新根呢? 其实原因呢,有很多种,比如养护环境的不适宜光照过强或是太过阴暗 或者是你的植尿呢,出现一些问题,或者是你的植株感染病虫害这些呢,都会影响它长新根 所以呢,原因有很多,很多花员呢,也没有办法正确的判断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那么我们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给它进行这个托盆处理 这样你的这个南花也给它托盆出来 然后呢,这个根系呢,最好就是用一些中性的肥皂 像这种中性的肥皂把它清洗干净 然后将根系晾好之后呢,再重新摘种 摘种好之后呢,把它放在一个通风特别好 然后呢,光线明亮的地方不能够强光直射 然后呢,给它盆土了,一定要适当的增加水分 盆土不能够过干,也不能够过湿 要处于一个润而不湿状态,就比较容易长新根的 然后呢,我们大家后期要注意啊,给它适当的补充一点甲肥 因为植株要想长新根,要想根系长得壮 就一定要适当的补充甲肥 但是因为刚刚摘种了,我们不能够根部追肥 可以采用页面喷湿的方式 将它稀释1000倍,然后呢,每隔7到10天给它喷湿一次 大概喷湿一个两次左右啊,它就能够很快的长新根了 所以如果你的南花一直不长新根 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一个杀手锏给它脱盆 然后呢,重新摘种 后期,然后再适当的养护 那么它就能够很快的长新根 而且呢,根系会越长越多 可能你不怕它根少 好了,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